前段时间,跳水皇后福明侠被抱与富豪老公婚变 甚至还传出了他近身初步的消息 但这一切只是谣言而已 时隔多日,福明侠低调现身豪门阔态聚会 这也是他婚变风波后的首次露面 福明侠若是真的与老公离婚 怎会受到巨头企业总裁夫人的邀请 能够出席聚会,就足以证明他没有被近身初步 近日,意外富豪林建月的女儿林天儿晒账 配文称,朋友小聚会她还在文末特意提及了离姿 林天儿是林建月与知名女星谢玲玲的长女 从小,杨泽楚优,还与霍启山,房祖民等人传过绯闻 交际圈甚广 她先是豪华的露台上晃了一圈 展示周围绝美的江景,走廊处摆放着很多餐椅 看起来应该是顶楼的餐厅 而非某位阔泰的自家豪宅 随后,林天儿晒出一张大合照 众多名媛与阔泰相聚一堂 他们的打扮大多都很简单,非常能衬托气质 令人意外的是 离姿与福明侠分别坐在左二和右边二的位置 两人都在角落里挤着 不仔细看还认不出来 尽管离姿坐在角落 但她还是努力露出了自己的大长腿 长筒靴趁得大腿更加修长 而福明侠则是只露出了一个头 她紧搂着一旁的朋友,十分低调 连黎姿与福明侠都未能坐在C位 不少人好奇,中心位的人究竟是谁 由于照片不够高清 除了穿着喀色大衣的林天儿 其余人很难分辨出来 不过,剧港媒透露 林天儿身边那位很有气质的女士 其实是互联网巨头公司藤X总裁刘志平的夫人汤敏仪 汤敏仪的姑姑是女星汤淫淫 所以她也认识不少娱乐圈的豪门阔态 刘志平的名气虽然不如马画童那么大 但她是藤X的现任总裁 身价不可估量,财力十分雄厚 再加上这次聚会是汤敏仪组织的 所以她稳居C位 她的气质丝毫不输给李子等人 保养得特别好 港圈的阔太太,名媒们时常聚在一起 偶尔也会有福明侠 郭晶晶等体盘巨星出席 祝愿她们有异常存